非常感谢经济部的邀请 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 希伯从代工设计到自由品牌的发展 今天的简报内容包括我们品牌发展的起心动念 决心还有品牌发展过程的收获还有挑战等 希伯主要是设计专业影音的产品 一直以来我们受到欧美一线大厂的青睐 代工设计占了业绩的八成 那这也是我们擅长的商业模式 那在代工设计的模式下 我们必须应付客户对于交期还有成本严苛的要求 那我们也不容易接触到使用者跟市场 因此我们对于产品的应用面其实是陌生的 所以我们想要发展自由品牌 第一是提升我们品牌的价值 第二是我们希望将触角能够延伸到使用者 品牌的发展是需要全体员工的认同 我们非常的幸运 我们有一群支持我们的长官 特别是董事长 他很像是品牌的传教士 在内部呢一直不断地跟我们灌输品牌的这个种子 那有了他的支持呢 我们推动起来就非常的顺利 那他提到呢 德国有很多的企业呢 都是因为有了品牌 品牌呢才能够成就百年的企业 那当然呢我们在一开始想做品牌的时候呢 内部也有些同仁认为 我们代工设计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个舒适圈 那事实上我们业绩也是逐年在成长 那所以呢我们比原来预期的时间呢 延迟了一年 在2019年呢我们才正式提出了品牌要费计划的申请 从开案到辅导完成呢 我们总共花了半年的时间 那打造品牌呢 必须有一个像森林管理员的灵魂一样 你必须种下种子 那不断地灌溉 经过的时间才会发酵 在这里呢 我想跟各位简单地介绍希伯 让各位能够更清楚地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从代工设计呢 走到自由的品牌 希伯呢创立于1990年 我们有三分之一呢是研发人员 研发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分之一呢是生产人员 生产人员呢 因为我们对于坚持的 品质的坚持跟回馈社会 我们都是采用本地的劳工 因此呢我们是百分之百的 完全台湾设计跟制造 那我们的产品呢 是提供影像的讯号源 像是电脑 电视 游戏机 医疗影像设备到显示端 所需要的影像的延伸 分配 格式的转换 像是VGA 转HDMI 还有解析度的调整等 举例来讲呢 像捷运站的萤幕 距离机房很远 所以我们需要做影像的延伸 那在婚宴会馆 讲堂呢 有两个或者是更多的萤幕 需要播放不同的 同样的内容呢 我们必须要有影像的分配器 那专业的影音呢 其实存在于我们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通常我们都是透过 系统安装商去做安装的 因此我们的商业模式是B2B 那过往来讲呢 很多人可能会想 做2B呢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品牌 事实上呢 我们对于产品的差异性 客户忠诚度这些问题呢 跟2C是一样的 那希伯主要的市场呢 是欧美的外销 通过品牌发展的梳理呢 我们重新定位了市场的渠道 在代工设计方面呢 主要呢 是美国的Key Account 所以呢 我们不跟他们做竞争 那 自由品牌的部分呢 主要是分成欧洲跟亚洲来做发展 那欧洲的部分呢 我们呢 由我们的英国子公司 做出发 那在我们自由品牌呢 亚洲的部分呢 则为台湾的总部做负责 那我们主要呢 分成经销商 系统整合商 等Channel Partner来做发展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做垂直市场 去开发符合这个市场呢 的专用 贴合他们的 使用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希伯的产品呢 主要应用在于 医疗的影像录制 高上能的会议室 远距会议 智能教室 远距教学 还有零售业的展示等 那透过品牌的这一次的梳理呢 我们重新定位了五个垂直市场 首先是企业 教育 服务 工业 还有医疗 那针对这些市场呢 我们要开发完全贴合 他们想要的一个使用方案 那我们呢 可以透过 我们的整合方案呢 整合医疗的X光 内视镜 还有像超音波 生理检测仪 在同一个荧幕上 提高呢 医生在手术时候的效率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录制 整个医疗的手术的过程 那在动物医院的 微创手术中心呢 就安装我们这样子的方案 那在这里呢 我特别提出的医疗呢 是因为在医疗的产品之下 我们如果没有品牌的加持 是很难做拓销的 所以因为有了品牌呢 才能够让我们有能量 可以进军医疗的市场 那西伯呢 的主要安装呢 已经包含了国内各大外的场域 我们有零售业的展示 苏黎氏的歌剧院 那我相信呢 在台湾呢 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隐情冠军 我们知道设计好的产品 可是我们却不懂得用品牌 来让我们被世界看见 那在这一次品牌呢 发展我们最主要遇到的挑战呢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擅长的代工设计 我们必须转变成做品牌 所以呢在内部 我们必须先取得的共识 那通过这样子的共识呢 我们才有办法往下走 第二个部分呢 企业识别系统呢 是对外最容易被接触到的一环 那我们原有的识别系统呢 已经不太符合现在国际的形象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的被优化 那过去呢 我们也没有品牌管理的工具 那企业识别系统包含了字型 颜色 辅助图形等等的 有了管理工具呢 我们执行的人员才有办法遵循 才有办法展现一致性 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对于内部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品牌的共识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讲座跟共识会 那稍后我会跟各位分享 这次品牌的发展呢 我们设立了五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 我们是希望透过品牌的发展 重新的去梳理我们自己 跟定位自己 所以我们重新定位了目标市场 客群甚至是渠道的发展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优化现在的企业识别 还有建立更完整的品牌识别系统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跟市场去做沟通 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建立品牌的管理系统 因为有了品牌管理的系统呢 我们对外的沟通才有办法保持一致性 如果没有一致性的话 很难让人联想 这是一个值得被信赖的品牌 最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让所有内部的员工 对品牌的认知 都是有这样子的决心 才有办法跟我们一起 对外的推广品牌 跟传达品牌的精神跟承诺 那实质的业绩上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自由品牌呢 提升自由品牌的占比 达到自由品牌跟代工呢 都能够平衡的发展 那客户呢 一想到专业影音 就想到希伯 那品牌呢 是我们最新接触的一个方向 它其实呢 让我们突破了我们代工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使用者跟市场 那过去呢 希伯一直专注于研发 所以我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呢 比较贴呛是工程导向 那透过了品牌的发展呢 我们希望可以到使用者导向 并且在市场上是创新领先的地位 品牌发展的过程呢 总共呢 我们分成五个阶段 首先呢 我们透过前端的分析 来奠定了后续的共识跟基础 往下展开呢 作为品牌的识别系统 还有设计义务应用 最后呢 我们完成了品牌的手册 作为管控的用途 那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共识的部分 如果没有共识呢 就像树没有树根一样 很难往上发展成为大树 那品牌呢 的发展过程呢 首先我们 先透过一个开案的会议 我们参加的成员呢 是各部门的中子成员 透过这机会 我们让管顾公司呢 能够了解我们 那我们也透过了这个机会 让部门的同仁呢 能够看自己 跟竞品 还有我们的目标市场 接下来呢 我们让同仁聚集在品牌的发展 所以我们 举办了两天一夜的共识会 去讨论我们品牌的样貌 愿景等等 那在这两天一夜呢 其实当然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集思广义的讨论再讨论 那做出了这样子 未来品牌的共识 那品牌的企业识别完成之后呢 我们总共在内部 举办了三场的教育训练 参加的同仁呢 是全体同仁 我们透过这个机会呢 对大家宣达新的识别系统 品牌的愿景 还有如何去使用品牌 新的识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品牌发展前 对外的商标 那我个人呢 会认为它比较像是传统的一个制造业的形象 那我们品牌呢 优化过后的商标呢 会比较符合现在国际的形象 那在左边呢 我们也加入了一个绿色的符号 这个绿色符号呢 是结合产品的立方体 跟品牌的CYP 做一个结合 让企业的品牌 跟商标更具有连接性 那在品牌发展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也透过了共识会呢 大家一起勾勒出品牌的愿景 我们想要传递呢 不仅仅是影音资讯的无延迟的传递 我们更想要创造的是 每一个看见与被看见的机会 那我们无限延伸呢 不是只有影像的资讯 更是每一个人的视野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从我们企业的识别呢 展开成不同产品的类型 那当初呢 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我自己是蛮感动的 那有真实的感受到说 我们真的跟过去 其实是不太一样了 那这里我想跟各位分享 品牌发展的成果 主要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对外接触点的更新 第二个呢 是事物用品的更新 还有统一行销的文宣 那最后呢 是产品外观跟界面的导入 那数位行销呢 在现在企业曝光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我们因为有了品牌 这样子的基础 有了新的识别呢 我们开始在建置新的官网 那官网呢 还在最后建置的阶段 那社群媒体 我们也积极的经营 那主要我们可以跟 现在的客户做一个沟通 也可以培养未来的潜在客户 那在这所有的社群媒体 也导入了新的企业识别 那在对外接触点优化的部分呢 同年呢 我们在完成了 这个辅导计划 马上翻新了我们的展示中心 让来参观的访客呢 都能够很直接的感受到 我们的改变 那同年度的经销商会议呢 我们也宣打了我们做 自由品牌的决心跟愿景 那在会议上呢 我们也采用新的识别系统 事物用品的部分呢 我们也同步的翻新了 那包含有 名片识别证行录 那我们还有很多像赠品 制服等等 都同步的做翻新 让我们持续的用新的识别 对内对外做品牌的沟通 那在产品的外观跟包装上呢 我们也开始导入了新的logo 那很幸运的 我们在品牌的发展之后呢 我们马上拿到了一个台湾的精品奖 那我们非常幸运的呢 因为有了品牌的发展 让我们产品的好 可以透过品牌来做行销 那产品的系统跟界面上呢 我们也同时导入了新的识别系统 那大家可能会问说 发展品牌最好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其实企业每天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我最常听到董事长在提到的就是 做品牌一定要在企业状况好的时候做 如果状况不好的时候呢 才要利用品牌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其实会是非常辛苦的 那我们也很幸运的 透过这一次品牌的发展呢 最大的收获是 我们全体的同仁呢 去勾勒出我们未来的样貌 那我们会知道 我们到底未来在哪里 我们一起往那个方向做前进 这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做品牌对外的收获 跟对内的收获 那对外的部分呢 以前我们的产品其实是没有上logo的 那在产品的行销方面呢 其实在市场是没有清晰度的 那因为有了品牌呢 我们产品开始上了logo 在市场的清晰度呢 渐渐的被提升起来 那最重要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过往很难跟使用者 跟市场做接触 通过品牌的发展呢 收集到使用者的意见跟反馈 让我们在产品跟服务的提供呢 更能贴合他们想要的需求 那最重要的部分呢 我们通过品牌的发展呢 我们向下扎根 我们作为垂直市场跟渠道重整 那对内的部分呢 其实它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 一个很好的过程 通过这样子的过程呢 我们重新凝聚了这个共识 那我最常被遇到 不同部门的同仁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企业识别完成之后呢 他们问我说 我们什么时候要采用新的识别系统 其实我蛮意外的 我感受到是他们很主动热情的 一个工作态度 那这是我们当初呢 没有想过的一个收获 但是确实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收获 那品牌的发展呢 其实我们决定是在我们28年 西伯成立28年的时候 那今年呢 刚好是西伯成立30周年 那品牌转型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再创业 我们期许呢 能够透过品牌呢 成就为百年的企业 同时我们也相信 台湾有许多隐形的冠军 也可以透过品牌 找到新的思维 找到一个方式 打造百年企业 让台湾呢 能够从制造大国 转型成为品牌的国家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